為了幫助村民改善缺糧的問題 洛斯會是甘肅省東鄉縣推行種草養羊的項目 為村民購買小美寒羊致養 又教他們種植致草來餵羊 代替以往傳統致養的山羊 同時亦都可以減少過度貨木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我們見到這些草 就是洛斯會教村民種來養羊的了 黑牙一家現在亦都得到洛斯會分配三隻小美寒羊致養 他們同時亦都學習自己種植致草來餵羊 這些新品種的小美寒羊 繁殖能力比傳統的山羊高出四倍以上 小美寒羊一年可以生產兩次 每次可以生兩至四隻 所以馬法土味說 希望沒有羊生小羊 小羊長大了就可以拿去市場賣賺取收入 賣羊賺到的錢 可以改善一家人不夠糧食的問題 還可以買一些有營養的食物給小朋友吃 欲望 �佳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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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